我demo一下,我這邊已經有做一個類似完成的 那我把它即時,特別注意 即時的話,理論上如果你不要去設定網站 那個部分的話,按下去應該就會自動出現了 如果你有設定的話,你就把那個什麼設定,進階設定的部分取消掉,不要設定網站 不然的話,它這個即時沒辦法 去顯示,其實好處就是馬上可以顯示出效果,你可以看一下 例如我們這邊,第一個可能要解決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第一個首頁的部分的話,這邊要做一個list bar list view 更正一下 中間放什麼? 放一個圖 不過這個圖的話 一樣可以做點擊的,不過將來可能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圖 恐怕要,就是說那個 那個圈圈的位置 恐怕你要把它放大一點 因為用滑鼠點跟用手點是不同的 因為如果你用手點 那個,恐怕手指頭要範圍要大一點,不然會點不到,點下去也不會顯示出來 所以通常的話 當然用在圖上面,恐怕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圈圈可能拉大一點,不然它點下去沒反應 好,那底下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叫 Netbar 這個Netbar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是不是如影隨形 有沒有發現 我往上卷 它還在這裡 往下卷 它在這裡 對不對 那如果點擊其他的 綠島機場 它本來在這裡 它在手機裡面自動會跑到這邊來 當然 我們在那個 電腦裡面看 它會有 突然放下去的感覺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在手機裡面 它沒有這個 它好像就一打開就是在下面 無論你是在哪一個 它就自動怎麼樣會在下面 OK 另外還有一個 回首頁 回到首頁 大概會有這幾個效果 怎麼做 OK 那基本上上個禮拜都有做過類似的 第一個 中間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在 中間的地方做出 List Review 特別注意 最重要觀念是你要知道 什麼東西該放哪裡 這個是 夜守 中間是內容 底下是夜尾 你不要放錯地方 因為 常常我同學 放錯位置之後 奇怪 錯出來效果奇怪就沒有顯示 不然的話就是 位置錯亂 好所以第一個請你放在內容 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把你的標題打上去 綠島旅遊資訊 內容的地方 有沒有 那內容要做一個List Review 非常簡單 請你把那個 四個標題 我是先已經複製了 因為打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把它先在內容上面輸入上去 那一般就是 一個 Enter Enter一下 都Enter 你不要用SHIFT加Enter 因為SHIFT加Enter 將來在 項目符號的部分 底下有個項目符號 選取項目符號 它會變成 如果你用SHIFT加Enter 它會變成不是點 它會變成這樣子 記得一定要是點 因為如果你不是點的話 它那個List Review的效果會出不來 那第一個呢 特別注意 我們要在哪邊做 那個List Review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你千萬不要再多次的給它一個DIV 不要 因為你反而給它DIV 它的List Review 反而顯示不出來 所以要怎麼做 我比較建議你 還是要稍微看懂 旁邊這邊一下 請你選取 旁邊這邊的HTML 請你稍微瞄一下 因為 如果你這邊沒有 特別注意 很容易就出錯了 我不知道 奇怪 我是覺得加不難 但是有些同學 奇怪加上去那個效果就是出不來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項目符號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在這邊加什麼 加超連結 超連結怎麼加呢 在這邊底下 加一個 項 Page 這個上禮拜應該都做過了 所以我們只是稍微做個複習 Page1 那其他是Page2 Enter一下 Page3 那我先做一個 其實你會發現 有超連結 跟沒有超連結的效果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等下做一次給各位看 加上超連結之後的話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做什麼 做 這個地方 移到這裡面 有沒有 檢視標籤的 這個地方 記得是找到 JQuery MOBI 裡面找一個什麼呢 要把他的角色 變成 List View 角色喔 有沒有 不用特別背 他就是在什麼 Data Raw 在那個 JQuery MOBI裡面 有一個叫 Data Raw Data Raw裡面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List View List View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這個東西 其實你只要找到 其實你只要找到 但是點下去之後 我建議 你看一下程式 它應該是在哪裡呢 它應該會在 Ul 的後面 加上一個什麼 Data Raw 等於 List View 那當然你以後 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你在 Ul 後面 空一個 Data Raw 等於 List View OK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 有的人 就是對打程式 有障礙 那你就用這邊 也可以 OK 那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 點下去 List View 有沒有 它實際上呢 等於是 在這邊打一個程式 有沒有 結果是一模一樣 但是偶爾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做得還蠻順的 但是有同學 奇怪 一做一下 奇怪 但是List View 跑起來就怪怪的 我看了一下 有的時候是怎樣 有的時候 Ul 又有 Ul 有的時候 又有 Ul加 DIV 有的時候又多一些 反正呢 大部分都是因為你多做了好幾件事情 所以讓你的List View出不來 怎麼辦 請你 把它 Ctrl Z Ctrl Z 要不然的話 清掉重來 比較快啦 因為我有時候光幫你看那個程式看完 我都頭暈的 為什麼因為太多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通通出現了 那我還要幫你一個個慢慢改 打不如你清掉重來好了 其實所以 只要 你 慢慢做細心 真的一次就做到位了 如果你初心的人 奇怪就是一直會有一些怪怪的東西出現 只要一次做到位 你就覺得 其實這真的 網頁 的模式來做App 真的還蠻輕鬆的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Safe Ctrl Z Ctrl S Ctrl S 儲存 這個時候就沒有一個星星符號 表示儲存 再用即時 然後它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如果 要不要測試 只另一個吧 不要 Fo 記得喔 一定按Fo 這個時候不要按錯了 有同學按是 他就一直跳一直跳 請你按Fo 而且 不要再顯示 Fo 是不是要改用本機 請你一定要選是 先Fo再試喔 你如果按錯的話 很抱歉 你的 預覽 就 沒辦法Walk了 OK 如果你點對了 後面它再也不會 出現一些問題問你了 OK 我們選是 先Fo再試 好 就 出現 再把它重新 跑一下 DataRaw Content DataList 看一下 ListView 理論上應該這樣子應該要看一下 DataRaw 等於ListView 頭尾 這一段 到這一段 可以理論上應該是顯示正常的 不過剛剛是沒顯示 我們來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這邊ListView 先把它做出來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到底哪裡有問題 比較重要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頁面 這個Page有沒有 它只有 頭 這個Page的ID Home 然後head 到這裡就沒有了 所以 可能我剛剛是不是 不小心刪掉 還怎麼樣 它的結構一定是 一個Home 這個是它的Page 頭跟尾 然後它的head 有沒有head在這裡 那它的沒有 它沒有content 它沒有內容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那個 夜尾 所以怎麼辦 剛剛是應該有加了 如果 沒有沒關係啦 乾脆 從別的地方把它補過來 內容 再加Footer 所以頭跟尾 它還有四行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 切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補上去 補完之後 你把它切過來這邊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完整的頁面 選的時候有沒有 你會發現 如果你 點旁邊一下 它會出現一個Page 有沒有它是一個Page 每一個 每一個header contact 跟它的footer 有沒有 這樣就一個 這個點旁邊也是一個Page 你看一下結構如果沒錯的話 應該就正常的 那我把剛剛的東西 從這底下 把它從 從ul 到ul 把它剪下來好了 Ctrl X 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 這邊的內容 這邊內容 內容在這裡 把它Enter過好了 然後把它直接貼到這個中間 然後ul跟ul 這邊按兩個空白 讓它縮排 這樣的話呢 我把它放在內容裡面 Content 到頭跟尾 中間加一個什麼ul DataRaw DataRaw的話 DataRaw的話是ListView 好了把它Safe一下 基本上應該這樣OK的 即時看一下 ListView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 我這邊呢 已經有做的那個超連結 如果說你這邊超連結 假設招日溫泉 你把超連結拿掉的話 然後 Enter 把它Safe一下 在瀏覽 你會發現 有超連結跟沒超連結 它們的之間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 這邊 跟這邊 所以如果你有加超連結 它會多幫你出現箭頭 但是如果沒有超連結 它就是沒有這個箭頭出現 OK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試一下 只要是你那個頁面 沒有錯亂的話 不過恐怕你對那個 頁面的結構 要稍有概念 你可以稍微 因為它的頁面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有一個頭 頭 頭的話一定是Data Rule 一定是等於Page ID等於什麼 然後尾在哪裡 尾在這裡 這樣是一組 然後 黑的 這個頭 這個是一組 Content 頭 尾在這裡 有沒有 Content的 DIV 斜線DIV 尾在這裡 好 特別注意喔 最容易犯的錯就是 有頭沒尾 要不然就是有部分不見了 可是為什麼不見了 剛剛我還沒做什麼事情 奇怪就不見了 所以我check一下 發現有這個問題 當然如果 因為我 可以看 你到底少什麼 我可以補 可是如果你 沒有那麼 那樣的功力的話 怎麼辦 乾脆砍掉 重來算了 記得只要沒錯的話 加上去應該就可以看到 這個Data Rule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List of View的部分 先加上去 加上去 然後 再來等一下就是 再 補上一個圖啦 不過補上一個圖的話 這非常簡單嘛 這個圖裡面 你不要按Enter 然後把這個項目符號拿掉 再把那個 我們網站裡面有個圖 叫做Map 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這裡面來 不過這張圖會很大 按確定 把它縮小一下 那尺寸縮小到多少 我想你可以試情況 一般不需要這麼大 你就往裡面縮 因為手機到底要多大 它有的時候 這個圖檔會自己幫我們縮放 不過我們在 這邊的話 大概把它稍微 做個縮放 那至於超連結怎麼連呢 各位可以 點擊它之後 稍微拉寬一點好了 不然馬上變形了 太嚴重 OK 好 那這邊呢 你可以 再點這張圖的 下方 特別注意喔 在這個的 圖的下方 會出現一個圈圈 這個地方 請各位先點這個圈圈 然後再圈一個大一點 圈一個大一點 為什麼 因為當作手 怕點 點 太小 它點不到 會點 沒有反應 所以點這邊 綠 這個綠島機場 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太大 這樣的話 又蓋到南楊綠 所以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呢 這邊呢 會出現一個頸 你打一個 Page 1 Enter 這樣的話 其他都OK 如果太下面 你自己再把它調一下 調整 可以選這個 然後把它調一下 調到這樣子 或者 也不一定用圓的 你可以用方的 拉寬一點點 讓它比較好點 比如說你這邊可以 南楊綠港 然後這樣子 這邊打一個 Page 2 這個 也就是說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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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 去做連結 等一下再來看 那個夜尾 我要在夜尾的地方 做一個Netbar 這個效果 有點像是 下方這樣子 這個已經有 下方這個 它會隨著 什麼 捲動 自動會出現 如影隨形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先做一個List View 並且記住 就是要做超連結 然後在到底下 做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 可以做那個影像地圖 可以連結到 我們指定的那個Page 123 12 1234 總共有四個連結 就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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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